拔这个,插上,拔掉,插上,然后这样插拔三次 看看它会不会自动闪 如果它自动快闪的话,它这个手机上会自动匹配到一个设备 然后我们去点添加设备,点下一步 好,点下一步,完成 彩色的灯就直接可以切换了 然后这里白光什么的也都是可以调节的 音乐模式,它这里是有音乐的 会有音乐模式 就是本地音乐和外界的声音 它会根据外界的振动而变化这个灯的颜色 读小杜,播放一首歌 好的,温暖的歌送给温暖的你 那它还有APP模式,APP模式点一下 它的音乐就是手机里面放出的音乐 它就不会听外界的声音 而是听手机内部放出来的音乐了 就是你可以播放一首歌 然后通过手机,然后传给灯 一个是外音,一个是内音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